深秋的東北大風天 街上堆起了城山的白菜 人們或抱著或推車 滿載而歸 東北老吵穿不了白菜 當然是 天酸菜 東北酸菜超級好吃 酸菜有很多隱藏吃法 那麼今天木上樹梢會替大家解鎖哪種呢 在瀋陽的街頭 你一定要用單手拿著爆米 囂張地啃著 避瘀的 然後證明你是在等位 用最牛的姿勢做人最慫的事 我們今天要吃的是 獨具東北特色的酸菜火鍋 這個酸菜火鍋最大一個特點就是 你光吃鍋底就可以吃飽 這個鍋到底是啥樣的呢 好奇不 跟我過小馬路調料去 小心看車 這沒有紅綠燈 等位應該差不多 走了 太熱了 確實進了火鍋店第一個動作是什麼 坐在之前最好先把衣服脫了 因為我們在外面剛吹的挺冷的 其實一進到這個店裡面 看見大家都拿著筷子 在吃熱騰騰騰的火鍋 你好像馬上就融入到這個氛圍裡 你瞬間其實就是馋了 對 直接點個菜 咋點的呀咱家呢 它這三種水 酸菜 單鮮 煮的 報號裡面寫的都是帶的 就是啥都有了 對 好的 先點這些 謝謝 大哥這麼壯實啊 大哥這麼壯實啊 大哥你穿那樣不冷嗎 這哪兒來 這不多熱 你不知道我 大哥平常健身嗎 不健身 我來幹健序點 幹健序 肌肉打了 27 我50 你50 看人家的身材 隨便打 隨便打 不打 我不打 我不打 我真的真的特別堅實 為什麼這種操作 我教練都沒讓我這樣吹過的 我可以一路吹回北京 我在東美團隊吹了一東美大門三拳 我和小哥們走了 沒什麼平起 在場所有東美人不敢吹聲 而且歡迎我下次再來 鍋子上來之後大家聽到里面就是 酸菜 雞骨 鍋地裏面配的 五花肉一盤 粉條 凍豆腐 還有東北特色 雪盤 這些配菜都很東美 很東美 酸菜一定要在這個湯裡面多燉一燉 煮的時間夠久 夠熟夠透 那個酸味才能夠激發出來 那我們先來進行今天大會的第一步 和桃 這可是幾股酸菜湯 酸味裡面帶著一點白胡椒的香辣 厲害了之後 還覺得有點微甜 對 狗牙雞包全部都被這種酸味雞激重 哦好喜歡喝這個湯 來吃酸菜快喝 那麼這個時候很多觀眾朋友們就會問了 帥哥沐上 東北酸菜是怎樣製作的呢 這樣100斤新鮮大白菜 只需要45元錢 晾曬3-7天 洗乾淨後整齊的馬入大缸 鋪一層菜撒一層鹽 鋪一層菜撒一層鹽 讓白菜醃漬的更加均勻 加入涼水沐過白菜 壓上把石頭 等待一個月 白菜就會醃漬發酵 變成酸爽清脆的酸菜 嘗一下這原味的酸菜啊 老燙了 這酸菜的滋味真香 我太喜歡吃東北的酸菜了 它是那種脆熟和新鮮的那種酸味 不是那種藕酸的樣子 肉的香味 你一嚼下去不只是單純的那個酸味 經過這樣的鍋子一煮呢 就是又恢復了新鮮一樣 清脆爽口的感覺 好吃 我覺得可以單加酸菜 酸菜不只是說這個火鍋啊 或者鍋子怎麼來的 一般燒烤 燒烤也有 烤肉 東北的烤肉裡面也都會有酸菜 滋味十足 它就是和豬肉喝酒 大的東西配合配 酸的 紫膩 你就得配一個膩的東西 嗯 給你們看一下這塊豆腐 它是一種分層的感覺 買著有很多的剃口 你就可以吸滿整個酸燙湯汁 蘸點我們的小料 小料 我靠 我裡面的汁 全部都是裡面那個酸菜 急骨汁 剛才放到五花肉之後 現在這個湯其實肥了 它這個豆腐的味道特別讚 還是能吃到原始湯汁的味道 嗯 燙眼珠子怎麼給你感人這麼吃 我想吃五花肉 我覺得五花肉差不多了 嗯 哎這五花肉 薄如產意 它可以透光 那個剪紙的窗花一樣 這樣吃 在這個五花肉裡面卷了酸菜 把它平鋪在料碗上 蘸上滿滿的料汁 這叫五花肉卷酸菜被子 這口不能叫吃了 你知道這口叫啥嗎 叫什麼 燜一口 繼續 太香了 這個五花肉 肥肉占到了三分之二的 不可以什麼 進到這個酸菜鍋子裡面 特別的去膩 提鮮 炸滿酸菜 第二口依然很爽 你吃到這個味道和這個層次 會讓你感動 會讓你興奮 別讓別人發現還可以這麼吃 你不等我 你等等我 不然的話 下一片你就給我搶一塊 都算好了呀 你要是生活在東北的後宮 你就是那木匪 你勾丁你都活到最後你知道吧 我又會做菜又會下廚 還能吃 還能吃酸菜 我特別招人喜歡 我覺得 你真的不想嘗一下這個雞骨嗎 我覺得那個雞骨 雞骨燉著 你見過誰燉湯的時候 把中間原材料給取走了 看 不想吃嗎 他一直在我眼前晃 不是 你誰不想吃呢 我嘗一口 我是忍不住了 就是雞骨 雞骨上的鐵骨肉 我勸你吃 你聞聞 味道不是特別一樣 但是它吃起來比五花肉更香更爽 它本身那個味道就已經浸潤得很足了 然後那價位的肉香吃得好好的叫 我怎麼突然多了很多東北形容詞 好好的叫 娃娃好吃 嘎嘎香 老闭了 在東北吃飯你就得用東北形容詞 不然沒有那個感覺 好 你剛才說是因為我喝這個湯 甘之如意合適嗎 合適嗎 你就說喝這個湯老闭了 哪個香 老闭了 老闭了 老闭了是不是沈陽的口頭 是不是 贼哇塞 贼 你聽了就感覺好吃 是吧 贼哇塞 老丁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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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熬你嘴 熬你嘴 除了我還沒吃著的 現在雞骨低音了 雪肠 里邊就是凝固的血 豬血 你敢不敢滤進去 不是你只能下這半邊 打的這鍋就只能有半邊使用權 這種坑鍋的有意思 你只能吃半邊 你吃不到背面那半邊 對吧誰這樣 鍋子好燙 背面那半邊是對面人 是大家吃的 跟你有啥關係 好笑 我給你們下點 下點 這要是給你下點 下點 看一下 你有蛋了嗎 好 來東北了 一定要吃雪肠 你也能吃上 跟鴨血的那些 還不太一樣 鴨血的那些 很像豆腐 這很綿 它是碎掉 一咬在你嘴里面抱這個感覺 它肠衣会比较有嚼劲 然后在农村如果自己做这种杀猪菜 它那个血肠会用猪肠灌血 这个味道当然会更加的浓厚了 好喜欢吃这个 来一块酸菜 料汁 搅拌均匀 血肠 粉条子 酸菜 吸溜着直接就吃了 老爽 酸菜果汁真的太东北多次了 真干净 饰吃好了 东北叫粉条子 我最敢吃粉条子了 脖脚 这两个弹自己闹门 坏了 还得给你 开门见喜 冷天季 适合跟朋友们一起吃热乎乎的东西 屏幕前的大家今天吃了什么呢 也多和朋友们出去玩玩吧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可以订阅一下 点击小铃铛 可以及时获取最新影片哦 叮叮叮